都正式和大家公佈了 我們日出康城第十二期的Season Press 作為我們澳東或者歐伊斯系列 一個壓軸的大約住宅項目 亦都預計了 我相信都會成為 在政府公佈了 在議選案之後 一個祝福的焦點 王先生想請問 什麼時候上樓書 以及開了多少個室監單位 以及首張假單大概推多少貨 以及我可以透露一下開格 今天也是我們的項目的正式命名 這個項目Season Press 都是我們古德工集團 在歐伊斯裏面 最後一個壓軸的項目 較早之前 其實在同區 我們已經發展了三個項目 涉及單位也超過4300多個 全部賣光 亦都入了播 Season Press 都是屬於我們壓軸的一期 整個項目涉及的單位 有1985個 我們會分三期發展 以及推銷 第一期涉及的單位 有650個 分部都會是一房 兩房和三房單位 主打都會是一房和兩房 我相信都很適合這一區 給一些年輕的家庭 一些知名人士 或者一些投資客 可以進處或者去那區 進處 示範單位和展銷廳 和我們的售樓書 都是籌備當中的 接下來 我相信透過我們今天的命名之後 我們陸續都會繼續 去推展我們一些 遠銷的活動 接下來我們亦都會 和我們的合作夥伴 港鐵那邊去商談 希望可以短期內 可以落實到推銷的部署 或者推銷的時間表 我相信大家傳媒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上個星期 政府或蔡爺 都公佈了一個切辣的措施 市場的反應 是很正面 亦都見到過往的市場裏 短短都不夠一個星期 其實你都見到 一手又可 或者二手的銷程 都有一個很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很簡單 看看一手市場 大家都知道 其實未有切辣之前 其實在二月的成交 都是說不夠280宗 一手的成交 但是在上個星期三 公佈了切辣之後 其實都見到 其實一手的成交 短短就是六日時間 由28號去到 昨日為止 六日時間 其實都做了差不多 超過700宗 我相信都是反映 切辣對市場 有一個很正面的作用 亦都令到過往 一些比較觀望的買家 其實他們可以有信心 盡快入市 亦都見到 設立 除了幫到部分的用家 或者買家 其實我覺得壓力測試 取消 對一些用家來說 都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過往都發覺很多用家 其實他們都是差一點點 過不了壓力測試 但是壓力測試 拿走了之後 其實很多一些用家 其實都可以有機會 可以購買到他們一些 心儀的單位 看短短六日 一手的燒情 都這麼理想 我自己預計 接下來發展商 都會加快 推盤的步伐 希望令市場的氣氛 可以持續 因為我們都希望 透過政府的措施 改動之後 可以刺激到的燒情 我們都會加快配合 亦都預計 三月的 我相信一手的成交量 其實很大機會 我相信可以做到1,500宗 或者有機會去到2,000宗 都未定的 因為一個星期 已經有這麼好的成績 我相信都是反映了 市場的反映 和對這個消息來說 都是對整體的樓市 我相信是有一個正面的訊息 也都令到大家的信心增強 我們發展商 都希望可以配合這個市況 加快推盤 令到市場可以全面 去體驗到市場的狀況 那施生提示 有沒有機會在3月正式當中 我相信 剛才都說 有很多工作 都仍在籌備當中 接下來我們都會繼續 繼續安排一些遠先活動 剛才同事都提過 接下來的3月23號 我們都會有一個 在當區的一個跑步的活動 都希望緊接地 我們可以盡快 落實到推銷的時間表 我相信 都很快 因為都希望配合市況 有機會在3月是否看到的 3月未必 但我相信 都希望可以盡快地 我們可以落實到 推銷的步伐 或者時間表 剛剛說 推銷的步伐會加快 其實定價方面 是否不用 好像之前那樣便宜 為何去定價 定價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因為受到 加息的影響 過往那兩年 一手辦業的 銷程都放慢了 發展商都還不手頭有貨 出售的 雖然暫時還沒有 很多新款推銷 大家都在賣一些所謂余貨 但銷程都不錯 舉例 我們自己 短短這6天 其實我們自己都賣了 總共是 差不多有30個單位 一半是屬於我們會得封的物業 亦都有一半是屬於我們合作的項目 這30個單位 其實都差不多 套現都接近 有5億 都是一個不錯的銷程 都給到我們信心 可以加快去推銷一些新的項目 去到價錢那方面 我相信 政府減了辣的 我相信發展商首要的 希望可以加快 推銷多些項目 令到市場的成交提升 價錢那方面 我相信暫時都不是我們 首要的考慮的因素 我相信價錢我們都會 接近市價 暫時目標都是以成交為主的 賣地計劃都說會推出八幅的住宅地 集團怎樣看呢 那取消了壓測了 那其實會不會 減了這些的因素呢 其實會不會增加這個投地的吸引力 但是一手措還不是還是高企 現在推地 其實集團的反應是怎樣的 那就多謝你的問題先 那其實如果看回整個設立 我相信對於樓市一定有個正面的作用 我明白他成交增加 那發展商也都可以 貨輿輪轉去多些貨 那如果那個樓市正常運作的 發展商都希望貨輿輪轉 買到樓 就以為吸納一些新的項目 或者是去投地 那所以也都政府公佈了 來言的都有八幅的 儲宅地培安排出售 那也都有兩幅是屬於一些新增的地培 那我們都會去留意這八幅的地培 看看有沒有一些合適的地培 適合我們去發展 那但是看回兩幅新增的地培 那我相信 都是屬於一些成熟的區域 是吧 蕭嶺麟或者沙鐵 或者規模都不算大的 那我相信應該對發展商 或者對市場來說 這兩幅地都很有吸引力 那就 課與論主都很重要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都提一提 在上個星期財政預算案裏面 其實政府都有很多方面措施的放寬 除了切爛 其實就壓力測試 另外亦都是金管局那邊 其實很明顯了 放寬了一些按揭的成數 不單止是對買家 亦都對一些項目 或者地皮的按揭成數 是提升了的 那這個不多不少 都幫到發展商 那個資金上的運用 或者靈活性 那這個亦都加強到 我相信未來 一些地皮招標的人 亦都會令到負責人性 都可以提高 怎麼看之後的樓價呢 就是樓價幾時才建底呢 尤其是豪格市場 或者工資比較多的 那見不見到內定或者海外買家 他們會加快入市的呢 如果你看回近期的成交 那我相信都幾多元化的 一些都是主力都是用家 那亦都見到 那亦都見到 一些投資者入市 因為始終現在那個 百招是循銷的 那大陣 我見到都是一個良性的交頭 那就價錢的 剛才都說了 那我相信 短期內 發展商首要的目標 都是成交 那你說價錢那方面 那我相信都要期待 未來 有機會的 下半年 美國那邊亡實減息 那我相信這對價錢呢 會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也都會令到那個 那個樓價其實可以 有條件 有一個上色的動力 或者上升的浮費 那短期內的 那我相信 接下來的一季 首要都是成交 因為都希望給多些機會 一些用家 可以 把握一次機會 去入市 明白 但是現在 其實你們都說了 現在一手課 美國競爭都很大 或者 一些代推的項目 那其實大家都 市價定價的時候 不是反而會令到樓價的跌勢加踢了嗎 甚至乎會不會有這個機會 應該就不會了 因為其實都 都見到樓價 我相信理解 你看過指數都會見到 是穩定和回穩 因為始終切辣都是一個好消息 我相信 令到一些過往官網的買家 或者是他們 受到那個高離隱費的影響 其實是妨礙了去入市的 我自己身邊 都很多一些有實力的朋友 過往或者已經有物業了 但是因為如果要給一個高的離隱費 或者他們都會考慮暫時入市主 但是現在沒有了辣椒了 我相信很多一些有實力 或者是長遠的投資者 都會考慮回入市 因為始終看回房地產 過往那一年 就算有一個樓價的跌幅 其實都是相對輕微的 如果比起股市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投資渠道 所以我覺得這次來說 很全面 令到一些用家 投資者 也都見到不少的內地買家 其實都很有興趣 去購買本地的物業 那內地買家或者投資者的比例 怎樣呢 暫時可以提到一下 我相信放寬了辣椒 他們在市場佔的比例 都會是提升的 過往因為我們差不多九成的 都會是一些本地的用家 或者是一些首次自業的人士 但是因為辣椒 撤除了之後 很明顯 我相信這類買家佔的比例 都會有過往的一成 會有機會 可以提升到兩至三成 但是也都由於他們的帶動 我相信一些買家 一些用家 亦都會比較 落實一點 提早入市 所以剛才都說了 今個月的成交 我自己估計 至少也有1500 有機會也去到2000 很明顯 如果你用回二月去比較 那個幅度的增加 也都是很凌厲 我相信 如果有這樣的數字 給到市場 我相信都是一個正面的訊息 亦都令到一些比較猶豫的人 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短期內入市 因為過往的 其實我們都是受制於 利息的原因 很多客人都是一些觀望 也都擔心 樓價會再下跌 我自己覺得 樓價下跌的機會 應該就很小了 應該都是見底的 反而就是今天 大家應該都考慮一下 一些適合的物業 給自己去考慮 我想可以透露一下 過去六天 售出的三十個單位 裡面有沒有幾多個 是外地的版價 我估計 內地的佔了兩成左右 投資客佔了兩成左右 另外六成的 都是一些本地的版價 這裏套現了多少億 這三十多 接近有五億左右 接近五億 如果之前 那三個日出康城的項目 加上四千多貨 四千三百七十八個單位 套現四百五億 包括瑪利福 文terra 是四七一三 四三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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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